大家好,很多花友在问如何把这个多肉养成脑装 因为很多花友养这个多肉呢 养了很久都不见他出脑装的状态 那么其实想要让多肉长成脑装呢 我们只需要学会两个技巧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控水 因为如果水分特别足的话 这个多肉它就会不停的长汁液 然后会出现一个土长的情况 那么它土长了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给它长汁液 然后这个汁干就没有足够的养分生长 就不容易木质化 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控水工作 第二点就是要给它卤叶子 卤叶子是为了避免消耗大量的养分 让它的养分全部供给到它这个汁干上面 这个汁干的养分多了 那么它就会很容易长出长状 而且很容易木质化 所以就容易长成脑装了 像这些汁干上的这些叶子 我们都可以给它卤掉 然后留一点上面的这些叶子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的汁干就能够木质化了 所以想要把多肉养成脑装 就是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 只需要学会这两种方法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